大家好,我是小林 今天我们来到了自贡盐业历史公务馆 带大家看一看和我们信息相关的盐 是如何属于历史的发展延续至今的 其实今天是周末 不过看着游客好像不是很多 然后它这个房屋结构有点像四合院那种感觉 我们围着转一圈大概就可以逛完 好了,我们进去看一看 古人有云啊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 虽然全世界都吃盐 但是获取的方式是完全不同的 就拿台湾和四川对比 台湾沿海,所以更多是使用海盐 四川所属内陆,所以更多是使用井岩 其实井岩和海岩的区别还是很大的 井岩通常是通过转井的方式 从地下岩石中提取到盐 而海岩则是通过海水中提取到盐 井岩的来源是地下岩石中的盐矿 需要通过转井,取水,蒸发等等步骤 海岩则是通过海水蒸发洁净而成 通常是在盐田中进行 利用日光和风力使海水蒸发 留下洁净的盐分 这种方式也称为零卤塞盐法 然后营养成分方面 井岩和海岩的主要成分都是氯化蜡 但井岩通常是不含或是少量含有矿物质和微量元素 而海岩则是含有较多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 如钾,铭,钙等等 对身体都有很多的益处 井岩的口感比较的纯净 没有特殊的风味,但纯度比较高 海岩则是保留了海水中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 具有独特的海岩风味,口感较为浓郁 中国井岩科技的十大发明 井的起源 这些应该就是提起井岩的工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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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大概了解了一下,这种盐矿的提取方式 其实和我们看到盗墓小说中的洛阳铲十分相似 洛阳铲是通过打到地下深处,带出不同的泥土 观察其颜色和形态的变化 而这里则是打到地下深处,带出含有绿花辣的盐矿 这个就是不同地下深度所含的不同矿物质了 哦,这个就是古代采岩的流程介绍了 这个就是古代采岩的流程介绍了 对于古代采岩的流程模式 这些是古代采岩的和设植的对手 寺川岩法制中,找井及修治井岩工具标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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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因为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